嗨,大家好,我是阿斌,一个爱玩的主播 今天呢,逃到了一件乾隆的御用官窑 首先呢,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官窑呢 是分这个一般官窑,然后精品官窑 还有御用官窑,官窑是有这种之分的 就最牛的东西就是紫禁城的东西 就是皇宫里面的东西 阿斌手里的这一件呢 就是正儿八经的紫禁城的东西 然后呢,曾经跟乾隆爷是见过面的 也是我今年来呢,逃到了 可能价格呢,不是有多贵 但是呢,是我今年来逃到的 就是说最精品的东西之一了 话不多说,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然后呢,这件东西啊 它是有处处有来源的 这件东西是这个徐庆之先生的旧藏 大家可以百度搜一下徐庆之 就是非常的有来历,有实力 然后呢,他之前受过这个郭沫若 郭沫若先生的邀请 然后呢,然后回国开始发展 这件糖品呢,它是出自哪里啊 出自这个加德,加德四季五十九七 五十九七的一间牌品 五十九七的话,应该是2021年 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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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 然后当时的落锤价呢,是五万七千五百块钱 然后呢,到底多少钱到了阿滨手里呢 我就不多说了,其实确实是捡了一个小漏 六万多块钱买下来了 然后后来的时候,那个中博世家也拍过这样的东西 也是21年,拍到了七万块钱 因为他拍卖的这个价格是有这个悬浮性的啊,是有高有低的 所以说,其实他这个差距也不大 一个是五万七千五,一个是七万 证明这个价格 21年的时候啊,今年已经23年了啊 所以说,当时的时候确实还是一个小漏价的啊 对于今天能买到这样的东西 这个,摆在这个价值去走的话,确实是小漏啊 这些东西呢,也是出自一个大仓家 当时买人这个东西的时候,本来也想做一期视频 人家不让拍,人家不让露脸 其实玩古玩的人啊,有实力的人都是有脾气的 然后呢,进去给大家看看 这是一件乾隆早期的御用官药 这件东西的名字叫什么?叫做这个高足禅之连梵文碑 或者说斩都可以 这件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呢? 这件东西啊,是里面是放上酥油 然后呢,然后放个灯心 然后点灯用的,就是说赵明用的 就跟我们之前电视剧里面看过 雍正,雍正王朝的人 然后呢,见过这个雍正爷 然后呢,挑灯 然后呢,批阅文章 这个当时的时候 他的那个案前放的就是一盏这样的灯 这东西都是有处处有来源的 然后呢,就是说这是御用的 也是皇帝 皇帝根钱的东西 就是说,所以说也是跟 这件东西,但他不是雍正的 这件东西是乾隆的 所以说经常是跟乾隆也见过面的 然后呢,我们再来近距离的看一下 这个青花的发色,还有这个工艺啊 工艺是非常的繁琐的 因为画的非常的精美精细 然后这个青花的话 一看就能看出来非常的艳丽啊 因为它继承了这个康熙的这个浓淡渲染的这种风格 并且呢,它还有一点这个圆青花的那个 类似那个渲染那种效果 就是说有点那种圆青花的那种感觉 其实它这并不是说是刻意模仿啊 而是呢,清早期的这个青花料呢 这个色性啊,并不稳 其实它这个整体的这个文师的寓意的话 都是吉祥如意的象征啊 然后呢,我们主要再看一下底这个写款 给大家近距离的再看一下啊 然后呢,大青乾隆年制六字转售款 这个笔封是非常非常的有力的啊 并且有劲 因为当时官窑,官窑 就是说这种它写款就那几个人写款 所以说写出来的东西是非常非常的规矩的 它这个底的话也稍微的磨了一下 因为这件东西的话它是对吧 也是传承有序的 它为了卖一个更好的价格 所以说呢,口颜它磨了 底的话也微磨 然后底足的话有点小波幼 有点小波幼 然后呢,有两条小线 整体的话还是非常非常完整的 我玩嘛,就拼的就是引力 文,准,狠 乾隆御用官窑 跟乾隆爷见过面的东西 好吧,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请为阿兵点个赞,点个关注哈 阿兵上手,东西无用 咱靠谱,谢谢 记得点赞关注哦